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5日星期五 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在北京召開 通常他們是3月3日政協開幕 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 去年由於大瘟疫 人大政協兩會推遲兩個多月到5月底召開 今年說恢復正常 恢復到3月召開 但是並沒有完全恢復正常 因為原來全國政協跟全國人大相距兩天開幕 這回壓縮會期 全國政協3月4日開幕 全國人大3月5日開幕 相距一天 而且整個會期限制在一個星期之內 比以前短 在3月11日結束 中共人大政協兩會召開 照樣體現王滬寧的極權主義美學 進行動物籠裝式的表演 黨和國家領導人進場 奏起迎賓曲 在迎賓曲中 這些代表委員整齊的鼓掌 啪啪啪啪 非常整齊 然後鼓掌完畢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坐下 前排就坐 突然掌聲停止 一片激進 當鏡頭對準主席台的時候 習近平的表情和神態是權力傲慢不可一世 而且表情兇巴巴 兇神惡煞 因事難顧 而鏡頭轉到王滬寧 王滬寧是左顧右盼 左右張望 似乎在看他導演的極權主義美學 這個動物籠裝式的表演是否讓他滿意 而他的表情流露出不遺察覺的一種神秘的微笑 似乎愁愁滿致 這一回的重頭戲應該是香港問題 中共試圖要通過這個會來進一步破壞香港 破壞香港的選舉制度 昨天3月4日 全國政協開幕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七常委加上國家副主席都到主席台就坐 黨政官員都就坐 再加上兩千多名的這些政協委員 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做工作報告 汪洋的報告有兩個看點 一個看點就是 提到香港 三個詞 關鍵詞消失了 就是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不再提了 2019年還提到這三個詞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到去年2020年 今天香港大抗爭 中共在那邊搞惡法 搞所謂逃犯條例 送中條款之後 香港人民大抗爭 去年的這些工作報告提到沒有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只提到一國兩制 僅僅圍繞一國兩制的行為資源 到今年2021年 乾脆一國兩制也不提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重大的宣告 那就是宣告一國兩制受終正寢 不僅砸爛香港 砸爛一國兩制就乾脆結束了 這一國兩制不需要等50年 不是50年不變 等到23年多就已經受終正寢 不僅是背棄中英聯合聲明 而且乾脆就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不僅僅是背棄英國 更是背棄鄧小平 背棄了當時的中共領導層 做這個宣佈 是不是代表了汪洋的本意 他接著又講 如果不是港人治港 是什麽 愛國者治港 實際上在他之前 習近平的親信 親父 習家軍人員 也就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前幾天已經在一個座談會上提前公布了 叫愛國者治港 以後不提高度自治 就提愛國者治港 所謂愛國者 他中了很多的定義 什麽批評中央政府就不愛國了 跟外國聯絡就不算愛國了 或者唱衰香港就不算愛國了 總共列了五類不算愛國 實際上夏寶龍的意思 所謂愛國者就是愛黨者 愛國就是愛黨 就是擁護共產黨 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實際上就是親共分子 愛國者就是親共分子 但是要真正把夏寶龍這個愛國者弄清楚 實際上弄到最後應該是叛國者 因為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 一個國家是由民主組成的 如果通過一個政策是背叛人民而取悅統治者 那是背叛人民 背叛人民就是背叛國家 同樣 如果是取消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不僅在中國內地取消 在香港也取消 那就是等於反人民 反民主 那也等於反國家 也就是說這些行為就是叛國 叛國者 去破壞香港的選舉制度 不僅不給香港人雙普選 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雙普選 普選特首 普選立法會 而且要壓縮 他的目標是壓縮到包括特首 立法會和區議會 都有中共小圈子指定 而不是選舉 把廣大的港人 代表廣人利益 受廣人支持 有名義的這些代表 尤其是民主派排除在外 這完全是反人民 反民主 反國家 所以是叛國者 所說穿了夏寶龍代表習近平所宣誓的愛國者治港 就是叛國者治港 歷史終有一天 會回過頭來把這個定義清楚 所以這次由政協主席汪洋宣佈 汪洋是排名第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是政協主席 是一個虛質 是一個花瓶 因為全國人大是橡皮圖章 全國政協是花瓶 如果說橡皮圖章還可以蓋一下 假裝通過立法 全國政協就更弱 只是一個花瓶 供擺設裏面搞一些所謂的民主黨派 由共產黨領導的假裝的民主黨派坐在那裏 假裝參政議政 汪洋室中共高層 少數幾個有才幹 懂經濟 懂外交的人 懂談判 另外也是少數幾個屬於開明派 改革派 相對的開明派 相對的改革派 曾經在安徽搞改革 叫醒來吧同僚 受到鄧小平的賞識 當時鄧小平稱讚他是政治神童 因為那個時候他只有38歲 後來又受到溫家寶的賞識 推薦給鄧小平 再後來逐漸進入中共高層 同時這個汪洋室團派人物 共青團派出身 也受到前總書記胡錦濤的重用和提拔 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卻不見容於中共黨內 在他夠資格進入常委會的時候 受到了政治老人和習近平習家軍的排斥 故意給他安排了一個虛職 就是全國政協主席 意思就是說你有一身才能又怎麼樣 我讓你無所發揮 無所事事 所以汪洋就處在這麼一個不干不尬的位置上 表面上是黨和國家排名第四的領導人 事實上也就是個虛偽的全國政協主席 所以由他來宣告 並不代表他的本意 因為這個所謂工作報告 可能由政協起草 由汪洋他們去起草 但是要經過高層 特別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批准之後 才到大會上來宣讀這個報告 他只不過宣讀而已 但是汪洋在起草這個報告的時候顯然用了一點心機 就是他做工作報告的第二個看點 他就大捧習近平 大講習近平 怎麼講呢 用了幾個數字 十一 四十六和三 十一是說全國政協高層 又成立了十一個關於習近平思想 理論 講話的學習小組 然後總共舉行了四十六場座談會 而且系統地學習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第三卷 說完這三個數字 十一 四十六 三之後 就來了一句總結信的話 說跟進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最新重要講話精神 那顯然汪洋在這裏意有所指 也就是說他前面講了一通關於香港的事情 三個關鍵詞不提了 那就宣告一國兩制的結束 但是話音一轉 大講習近平 表面上是在佔習近平 高捧習近平 實際上就是所有這些都來源於習近平 來源於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精神 習近平理論 習近平要對砸爛香港 砸爛一國兩制 背叛《中英聯合聲明》負全部的責任 我汪洋只不過在這裏宣讀而已 實際上在汪洋講到香港不提港人治港高度鬥志一國兩制之後 提到愛國者治港 其實在他之前一兩週就已經有習近平的親信心腹 習家軍人物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出來了 夏寶龍在2月份一個座談會上就公開講出愛國者治港這個概念 就不再提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愛國者治港他什麽意思 他有很多表述 首先弄了五類人 表示他們不是愛國者 什麽叫批評中央政府的 或者是跟外國有聯絡的 還有就是唱衰香港的等等 五類人不是愛國者 然後就劃風一轉 只有愛國者治港 在這裏 夏寶龍講愛國者治港的時候 實際上講的是親共分子治港 愛國是愛黨 所以愛國者就是親共分子 而且你要追究下去的話 他這個愛國者實際上是叛國者 因為如果說一個政策取悅統治者而背叛人民 就是反人民 就是反國家 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 是由民族組成的 反人民就是反國家 就是背叛國家 另外如果剝奪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不僅在中國內地剝奪人民的選舉權 被選舉權 而且在香港去剝奪香港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那就是背叛人民 反人民 也就是反國家 就是背叛國家 所以夏寶龍所定義的愛國者 實際上是叛國者 所謂愛國者治港 就是叛國者治港 如果有一天中國能夠實現民主化 回頭來看今天 就會對這個做出重新的定義 夏寶龍這些人 包括他本人在內 還有他所說的愛國者治港這些人 都是叛國者 叛國者治港 叛國者禍港 夏寶龍代表習近平的這個講法 不僅是背叛了香港人民 中國人民 背叛了民族和國家 是不折不扣的叛國者 而且他還背叛了共產黨自己的領導人 背叛了鄧小平 因為夏寶龍講了一句話 一方面說是擁護一國兩制 另一方面又跟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過不去 或者說反對 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其實自相矛盾的就是夏寶龍 就是習近平 王滬寧這些極左路線的執行人 因為一國兩制的創立者是誰 是鄧小平 當時的領導者是誰 是趙紫陽 今天他們砸爛一國兩制 讓一國兩制死亡 壽終正寢 就是對一國兩制創立者 領導者的背叛 所以在提到自相矛盾的時候 就是這些人在自相矛盾 就是夏寶龍 習近平 王滬寧等人 夏寶龍在上個月兜售愛國者治港這個干預的時候 還假裝引用鄧小平的話 鄧小平說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主 誠心誠意的擁護香港回歸 然後確保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這是他引用的 但是夏寶龍就引用到此為止 他把鄧小平的下半文卻砍掉了 隱瞞了 只字不提了 實際上鄧小平的下文講 只要具備這些條件 不管你主張什麽 你是主張資本主義 還是封建主義 甚至奴隸主義 都是愛國者 我們不要求你們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只要愛祖國 愛香港就行了 這是鄧小平的原話 但是夏寶龍代表習近平所做的宣誓愛國者治港 是擁護共產黨 擁護社會主義 就直接背叛了鄧小平的話 違背了鄧小平的原意 鄧小平又說 左翼的人要有一些 但要盡量少 他說要有一些右的人 而中間的人多一些 這樣的話可以讓各方面的人心情舒暢 就是左中右 但是現在的習近平所奉行的是推行極左路線 用人一左勿右 夏寶龍本人受到習近平的重用 就是一個極左人物 夏寶龍是為習近平的親信心腹 前幾年主政浙江 當浙江省委書記就奉習近平王滬寧的極左指令 在浙江砸爛教堂 拆毀十字架 大顧門的迫害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 可以說天路人怨 習近平就賞識他這個左勁 這個封勁 就把他調去香港當港澳辦主任 讓他又在中國內地落後的那一套 極左的那一套 到相對文明的香港去推行 去砸爛 按照鄧小平當年的說法和定義 或者說如果鄧小平地下有資的話 他一定會認為夏寶龍這樣的人就是破壞香港的反應和穩定 就是民主的罪人 而且夏寶龍這樣的極左分子就是叛國者 絕對不是什麼愛國者 回頭來說一國兩制 儘管中共在香港 在國際社會有時候 最近還時不時的假裝提到一國兩制這個說法 這個概念 但是這一回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做工作報告所做的宣誓 就是代表中央層面 代表中共高層 代表所謂黨中央做出了一個重大的宣佈 就是一國兩制 壽終正寢 香港不再是一個特殊的城市 不再是一個特區 香港就跟中國內地的城市一樣 沒有差別 香港從此正式喪失它的東方蜘蛛的地位 亞洲四小龍的地位 或者是國際特殊的金融地位 香港從英國之下到中共之下 究竟發生了什麼變遷 簡單總結一句話 那就是從輸入難民變成輸出難民 在英國之地下 香港成了東方明珠 成了亞洲四小龍 光明璀璨 而且從中國內地 從越南那邊都去避難 尋求庇護的投奔香港 就是輸入難民 今天在所謂共產黨治理下 砸難香港 砸難一國兩制 港人都爭奪 出走 要離開香港 前往英國 前往台灣 前往澳大利亞 前往加拿大 前往美國 前往世界各地 不要留下 也就是成了難民輸出的基地 從結收難民的庇護所 變成了輸出難民的基地 這就是香港的歷史變遷 也就是中共的本事 香港回歸23年多 中共就把香港變成了這麼一個地方 港人出走 出逃 寧願淪為世界難民的地方 這次中共開了人大政協兩會 還有一個花絮 就是人大政協兩會 人大代表加政協委員加起來有5千多人 結果在開會的第一天 有一個人叫余清明 他是中國國藥集團的董事長 他本身也是人大代表 國藥集團是中國國產疫苗的生產基地之一 他昨天對記者放話 他說5千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打了國藥的疫苗 然後宣稱說這些疫苗有效率高達86% 而對中度的感染者有100%的預防力 對中度的感染者也有100%的預防力 實際上就等於沒說 就是對預防率高達100% 但是不管是國藥生產的疫苗 還是科興公司生產的疫苗 在世界上說他的有效率只有50.4% 僅僅剛過聯合國的標準 但是卻沒有得到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批准 沒有批准成為全世界流行通用的疫苗 國藥集團的董事長余清明還吹 自吹說國藥集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商 但事實上最大的疫苗生產商或生產基地在印度 印度生產的疫苗和出口的疫苗佔世界的60% 但是余清明的說法卻引起了中國網民的熱議和疑惑 兩個 一個是說本來中共宣佈說國藥疫苗要打 但是打59歲以下的60歲以上的老人暫時不打 這跟美國 印度和其他國家的做法相反 因為在其他國家是先打老人 尤其65歲以上的老人 60歲以上的老人 為什麼呢 是說先救需要者 急需者 因為老人和有基礎病的人是最重要受感染的人 首先要保護這些人 這個相反的規矩顯示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對自己的疫苗有信心 因為先把疫苗去打這種最需要的人 老人和基礎病的人 但是中共是反過來 老人不打 兒童不打 只打中間的中青年 那就顯示了對他的疫苗安全性沒有信心 因為萬一給老人打 給有基礎病的人打 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後果 因為中國網民的總結出 中國的疫苗 國產疫苗的副作用高達73種之多 比孫悟空的72變還要多 正是因為對國產疫苗的安全性沒有信心 中共才規定不要打59歲以上的老人 但是這回俞清明說的話就形成了矛盾 因為人大政協代表一般都60歲以上 甚至70多歲 我們都知道中共的各級官員 尤其是高官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 卸任之後 到了退休年齡 或者是沒有到退休年齡 都放到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去做一個閒差 這些人的年齡一般都在65歲以上 甚至70 80歲都有 按照中共的規定 他們就不應該打國產疫苗 但是國藥集團董事長 人大代表 余清明就宣佈 這些人全都打了國產疫苗 就跟中共所宣佈的規定相違背 自相矛盾 這就有理由 讓人們懷疑余清明所講的話是不是真的 另外一個懷疑就是 他說5千多人大代表政協員都打了國產疫苗 那就請問黨和國家領導人打了沒有 就是中共的七常委 總書記習近平所帶領的七常委 還有中國25個政治局委員 以及中央委員會 現在都坐在這裡開會的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 領導層打了沒有 如果他們打了國產疫苗 為什麼沒有公開的給全國人民示範 這是提整國民信心 對國產疫苗信心的最好的方式 林鄭月娥說是在香港打了 頑起袖子做了一個示範 說打了國產疫苗 當然人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打了國產疫苗 現在余清明的話 包括了5千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就應該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是沒有人相信黨和國家領導人打了 如果他們打了 恐怕就打的是進口疫苗 因為中共花了1億美元進口了美國輝瑞公司的疫苗 一般認為這種疫苗絕不會用在中國普通人民身上 一定是用在達官顯貴 達官貴人頭上 那就首先用在黨和國家領導人身上 所以余清明國藥集團董事長 人大代表講這番話 就出了三大漏洞 或者說三大謊言 一個漏洞就是給59歲以上的人打疫苗了 這違反了中共自己的規定 第二個漏洞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打國產疫苗了 這沒人相信 第三個就是說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商 但是都知道印度才是最大的疫苗生產商 或者是生產基地 其實中國老百姓都知道 中國所有13億人或者14億人 目前打疫苗的人不到4% 很多人都不願意打疫苗 尤其不願意打國產疫苗 但是余清明居然宣佈 5千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全都打了國產疫苗 國藥公司的疫苗 聽上去很假 而且極有可能 他做這個宣佈 只不過是為了給國藥公司國產疫苗做廣告 另外一個國產疫苗 科興疫苗不斷傳出 有人打了疫苗死亡的消息 已經發生多起案例 這些案例發生之後 讓中國老百姓感到很驚恐 更不敢打 所以中國老百姓還是那句話 要我們老百姓打疫苗 領導幹部帶頭打 領導幹部先上 當然這領導幹部打疫苗 不能是只宣佈或者告訴大家 你打了 不能憑你口說 你要做出來給大家看 你要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官員那樣 拎其袖子來打給大家看 有視頻 有錄像為證 或者是有現場為證 當然 最好是由獨立的監督為證 因為中共官員很容易造假 就算是現場宣佈他打了國產疫苗 他有可能打的是進口疫苗 中共官員 中共領導人以造假為能事 他們要照起假來 可以說讓中國老百姓也是防不勝防 余清明 國藥集團董事長余清明 這個名字聽上去有點不吉利 清明傑 他在這裏大談疫苗 又說5千多人大代表這些委員 都打了他的國藥公司的國產疫苗 是不是在這裏顯示 他在陪賬 或者是送賬 陪大家過清明傑 講到這裏 就不得不講一個段子來比喻 政治局參謀王滬寧對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 5千多人進行一個培訓 極權主義美學 而且叫他們面對鏡頭和記者的時候 要給出標準答案 尤其是針對打國產疫苗 培訓完了 王滬寧想考考大家 就問幾位代表 他問第一位代表 說你打了國產疫苗嗎 對方回答 我沒打 他說答案不對 一邊去 他又問第二位 打了國產疫苗嗎 第二位回答 不知道 王滬寧說 答案不對 一邊去 他又問第三位 打了國產疫苗嗎 對方回答 打了 王滬寧說 答案正確 但是太簡單 然後王滬寧提高聲音 問在場五千多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說 你們知道標準答案是什麼嗎 全場一起回答 知道 王滬寧追問 標準答案是什麼 全場五千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一起吼 你說我們打了就打了 你說我們沒打就沒打 王滬寧很滿意 說答案精準 然後高聲宣布 今天晚上加餐 每人都有包子吃 好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